这些年来,日本如果有奇迹,那么安倍奇迹绝对算一个 1885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共产生了62位首相 但其中20人干了不到一年,最等的只有54天 干满5年的一共才6人,这其中就包括安倍 而且安倍一干就是8年,成为日本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 这完全可以称为奇迹,铁胆的政坛,流水的政客 安倍已经明确表态不再参与下任首相竞选 安倍一讲局面很快会被打破,谁会接任 这又会对中日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呢 今天就来简单聊一聊,安倍最近日子不好过 在一份NHK民意调查中,安倍内阁支持率已经跌到36% 不支持率高达49% 这是2012年以来,安倍再次执政最低的支持率 安倍内阁为什么就一下子不行了 最重要的还是疫情,在疫情初期,考虑到举办奥运会 安倍迟迟不愿意实施紧急状态,加强管制 最后奥运会确认延期后,安倍才宣布全国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4月16日在强大的民生压力下,又把紧急事态由7个都道府县扩展到全国 5月25日又为了保经济,安倍早早解除了全国的紧急状态 但东京都每天的确诊人数不断增多 在NHK民意调查中,疫情影响下感到不安的人多达75% 对于疫情扩散感到不安的人更是有86%之多 最近安倍亲信原日本法务大臣何景克行会选,又给了安倍一群重鸡 何景克行担任广岛县议员,达24年之久 是日本政坛老牌的政治家 他做了安倍的特别助理多年,还曾被安倍任命为法务大臣 可谓是安倍身边最信任的人之一 安倍对何景有多好,别人竞选一员 自民党内部只给3000万日元竞选自己 而安倍给了何景1.5亿日元,是别人的5倍 而且安倍还亲自赶到广岛站台拉票 可见两人关系有多亲密 乌路偏锋连英语 最近安倍身边不断有重要人物落马 5月下旬,安倍守护神之称的东京高等检察院检察长 黑川红雾,因为在疫情期间外出就会打麻将 而引咎自知,身边亲信丑闻缠身 自然也影响到了安倍内阁的支持率 虽然党内仍然有大佬支持安倍,再改党招 四选党总裁,但安倍本人已经不再打算躺这趟浑水 下议院自民党总裁将在明年9月进行选举 日本实行的是议会制君主力限制 一般来说,日本哪个党派可以在四年一度的众议院大选中拿到多数议席 哪个党派的领袖就可以出任首相 如今,安倍的自民党在议会中一党独大 自民党总裁毫无疑问将成为后安倍时代日本首相第一人 谁最有希望,一是小泉晋次郎 小泉晋次郎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国人不熟悉 但他老爹大家一定都认识 那就是日本前首相小泉淳一郎 小泉晋次郎1981年出生,才39岁 是安倍内阁最年轻的成员 现任环境大臣兼内阁府特命担任大臣 在日本经济新闻去年的一次舆论调查中 小泉晋次郎以29%的支持率最被看好 年纪轻轻的他,原本轮不到作为安倍继任者拿来讨论 但在民间人气这么高,还是因为继承了家族的政治遗产 小泉家族是日本有名的政治豪族 他的父亲小泉淳一郎,担任首相位置超过五年半 他的祖父小泉淳叶,是原防卫厅长官 他的曾祖父小泉幼次郎,则是日本第87到89代首相 出身政治世家,帅气的面庞,犀利的严死 演讲时散发的魅力,这都是这位政界小王子的资本 年轻是小泉的优势,只有年轻却远远不够 在政坛摸爬滚打还需要一些沉纹和手腕 2019年8月,小泉和混血女主播龙川克里斯丁凤子成婚 成为父亲之后,他宣布要休两周的育儿嫁 成为日本第一个休育儿嫁的内阁大臣 不过刚刚建立好好丈夫好父亲形象 在婚后四个月就被周刊杂志狠狠打脸 因为周刊杂志详细地报道了小泉金子郎混乱的男女关系 早在2015年,他就和现任妻子之外的某女新事业家有不论关系 甚至去酒店开房的钱都用了政治现金 除了小泉情人还有小四的存在,日本民众堂不接舍 在多个民意调查中,石破茂都被认为是后安倍时代的首相第一候选人 石破茂到底是何续人业? 石破茂1957年出生,今年已经63岁 同样出生于政治世家 他父亲石破二郎,曾经担任过鸟曲县知识 国家公安委员长等要职 他毕业于日本著名的庆宴大学法务部 在上学时就展现出了不俗的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 曾经获得全日本学生法律讨论会的第一名 直到今天,他不紧不慢,说话逻辑清晰的风格 还被日本老百姓色认可 在三井银行工作一段时间后 1986年,石破茂正式步入政坛,参加了众议院大选 28岁时,他成为了日本全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 论资历,他出道比安倍还早 此后,石破茂连续11届当选众议员 这间已经深耕日本政坛34年 他先后担任顾防卫厅长官和防卫大臣 被誉为日本安全保障事务的安保通 多年的政治经验和民众的支持 是石破茂最大的优势 在党内,石破茂曾两次竞选自民党总裁 2008年,在福田康夫辞去总裁职务后 石破茂宣布参选总裁 可惜败给了后来的首校马上太郎 石破茂不死心,2012年再次竞选自民党新总裁 在首轮票数领先安倍的情况下 在次轮投票中功亏一篑,被安倍反超 后来,他接受安倍邀请出任自民党的二号人物 自民党干事长一职 2015年,安倍第三次连任自民党总裁后 石破茂宣布独立门户成为自己的派伐 以自己出任会长的水月会为基础 石破茂将第三次向自民党总裁的位置发出挑战 自民党内部派伐林立 405位参众议员中只有72个无门无派 其他都有自己的小山头 比如党内最大的势力就是安倍的戏田派 共有97位议员隶属该团体 相比之下,石破茂只有20人规模的小派伐 就选举形式来说,石破茂目前最大的困难在于党内支持者不够 只有20人的小团队还没办法保证它能在自民党派伐林立的选举中脱颖而出 另一位热门人选被看作石破茂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 就是被外界称为安倍内定的接班人,安田文雄 今年出生的安田文雄和石破茂同岁 同样出生于日本政治世家 父亲安田文武和祖父安田政绩都曾当选过众议院议员 而前任日本经济产业大官工作洋衣,还是安田的表兄弟 1993年,安田文雄和安倍晋三同年参加了众议院选举,并首次当选 此后连续八届当选众议院议员 2012年,安田文雄成为派法安田系的领袖 同年被任命为第二次安倍内阁的外务大臣 并成为日本二战后任期第二场的外相 担任外相期间,他有次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白酒局 两人供饮三小时比拼酒量 堪称9号的安田通过喝酒得到了对方的认可 安田在理念和政策方面与安倍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相对于主张修宪营派风格明显的安倍,他更加温和 安田目前最大的困境在于缺乏决断力 并没有耀眼的政绩,得不到民众的信任 比如在疫情期间,他曾经召开记者会 信誓单单的承诺将向收入减少的家庭 发放30万日元的救助金 可惜政策没能落地就宣布取消 改成向每位国民一律发放10万日元 这也可以说明他在政治势力上还是比较虚弱 还有一个有力的竞争者被很多人忽略了 他就是现任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 1948年出生的菅义伟,今年已经72岁高龄 先任日本政坛第二把交易,内阁官方长官一职 菅义伟一向不写山漏水 从2012年至今,在官方长官的位置做了8年之久 已经是日本在位时间最长的内阁官方长官 日本独卖新闻宾纪局副局长,乔温武郎就夸赞 菅义伟是其近50年政治记者生涯中见过最优秀的官方长官 无论是在政治部门的掌控力,危机处理能力,还是人品 菅义伟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日本新年号令和,就是菅义伟公布的 他也有了一个令和大叔的外号 菅义伟做事稳重,虽然略显乏味 但很少在媒体面前誓言,更没有绯闻缠身 他本人不喝酒,但晚上经常参加两出聚会 又是甚至去第三场 他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去了解学习 菅义伟之所以有这样的工作态度 和他的人生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与上面几个人出身政治世家不同 菅义伟出生于日本东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 作为家中长子,他高中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 只身来到东京一边打工,一边念完了政法大学的课程 当时在纸香厂打工,菅义伟饱炒了生活的艰辛 之所以选择法政大学,还是因为当时在所有私立大学中 法政大学的学费最低 1975年金人引荐,他成为了众议院小子木燕三郎的秘书 开始步入政坛,后作为横斌市议员,最终进入了国会 虽然外界对他的呼声很高 但他从未表现出这种下一步要竞选首相的态度 一直甘于当个二把手 对比列以上几位热门候选人 小泉为首的年轻派还是太年轻 未来是他们的,但下一任他还太嫩 菅义伟本人并没有透露野心 况且年龄也已经偏大 所以大概率还会在石破茂、岸田文雄之间决出胜负 石破茂目前已经有了群众基础 他要做的是拉拢更多的党派势力 比如自民党干事长、二阶派会长的二阶俊博 出乎意料出席了石破茂的政治集会 貌似向外界透露了支持石破茂的态度 二阶派为自民党内第五大势力 成员有47名议员 带头人二阶俊博无论是在自民党内部 还是日本政坛都是响当的人物 地位非常超然 二阶俊博历人运输大臣 自民党总务会长、自民党干事长等要职 尤其是自民党干事长期间对党内的人士任命 警匪分配都有举足轻纵的地位 如果在党内有了二阶派的支持 石破茂距离首相的位置可谓近了一步 俗话讲 在一再二不再三 第三次竞争自民党总裁位置的石破茂 是否圆梦再次一举 而等待安倍产任的岸田文雄 目前的选举策略还不明确 到底是靠安倍支持的产任路线 还是靠自己的岸田派自立路线 安倍的出身派伐、西田派官员向安倍表示 我们的派系没有一个人真心支持岸田 无论是石破茂还是岸田文雄当选 对于中日两国的关系 两人都是日本政坛的偏亲中派员士 石破茂曾经公开抨击安倍修改宪法的做法 认为日本应该正式二战令史 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日美同盟和中日同盟 并不是二选一的选择 而且石破茂进入政坛的贵人 正是推进中日友好邦交正常化 做出卓越贡献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 岸田文雄也曾作为钓鱼岛事件后 首次访问中国的日本外相 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沟通 不过考虑到岸田对本国人都能出尔反尔 这些场面话大家听听就得了 在日本 自民党一党独大 长期执政 首相之位总在党内各大家族之间轮流作庄 与其说是党员普选 更不如说是在一番讨价还价后 大家士族之间的勾兑妥协 所以不论是石破茂当选 还是岸田文雄当选 这次首相之争其实还是在日本正南大家族之间的世袭之战 就连安倍将小泉金次郎拉入内阁 也被看作是安倍家族和小泉家族的一次相互勾结 全力帮衬 毕竟当年安倍发迹 小泉也出了力 世袭政治虽然对日本经济和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龙生龙 凤生凤的制度 又使得日本整个社会缺乏了活力 就像上面列举的四个权力人物 只有老麦的菅义伟依然出身平民家庭 但在日本这种世袭政治被看作自然而然的事情 甚至是日本政治的美德